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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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将为大家讲评 童军二三式的 亲子大挑战绳结版 老师收到好多好多的参赛作品 你们都非常棒 因为老师看得出 在这个亲子大挑战中 你们都已经掌握了 继绑绳结的方法 在你们的作品当中 你们都有符合标准的 标上绳结的名称 也用正确的方式去 继绑这个绳结 那我们来一起看看 结束的作品吧 在甲祖 很多同学都加入了 童军元素在他们的绳结版 在左边的这个作品 他用了营地的方式 去展示他的作品 而右边的这位同学 又加入了童军三之力 营火 更凸显出童军精神 接着的这个作品更有趣 因为他加入了这些小小的人物 让这个绳结版 变成更生动活泼的 接着还是 一组一组的作品 也是非常的棒 首先是看一看 这个小帐篷 每一个小帐篷上面 都有一个小小的绳结 而且清楚的标上名字 还有我们 我从照片中 也可以看到 绳结的结形是正确的 非常的棒 整个绳结版更立体了 接着这个绳结版 我正想把它框起来 掉在墙上 因为它每一个小细节 都难捏得很好 一点都不满忽 接着来 这两个绳结版 非常的可爱 因为把每一个小人物 都结合在绳结上面 让整个绳结 好像可以动起来了 不再是 死板板的绳结版而已 所以这个非常的赞 最好的 这个绳结版上 有写上了功能 以后可以用这个绳结版 来作为教学的用途 但是 这绳子 需要再稍微的处理一下 你可以用一些粘子 或者是橡皮筋 把它的绳子的末端 去处理好 这样子才不会散开了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 饼组的作品吧 哇 这个饼组的作品 已经展现出 整个完整的营地 包括旗杆 聊望台 帐篷 还有营火 这些 让我觉得 这个参赛者 应该也是同军吧 非常棒 而且每一个绳结都 继绑得非常的正确 并有标上名字 而接着这两个作品呢 虽然是简单 干净 但是 让我选它为优胜者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它用了神结的颜色 它的颜色非常的鲜艳 那让我一眼挖过去 哇 觉得这个非常的棒 而且每一个结型都很清楚的展现出来 那最后一个呢 这个更是需要给双赞了 因为呢 它把利用插画 把每一个神结都一环接一环的相扣 然后让我们有更有想象空间去想这个故事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棒 那总的来说呢 老师非常的佩服每一位家长以及同学的创意 你们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了 我没有想过简单的神结版呢 可以这么生动活泼 这么有创意的 那我当然在此希望呢 大家不只是停留在神结版这里 我也希望你们可以去多参加童军的活动 然后去探索童军世界 那我的讲评到此 谢谢 感谢各位同学的参与 恭喜作品获选的同学 其他同学不要灰心 下次继续努力 加油哦 突然胡闹 ena vanilla 附 coming